新疆吐鲁饭 感受非常特别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 新疆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神秘 比较不知道不了解它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次知道有机会来新疆 心情是特别的兴奋 比如说我觉得上天特别后待中国 因为它把很多的古迹都在中国这里 都留下在 所以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很喜欢来中国 对希望您也是把这次的新疆之旅 新疆的感受分享给家人 会的因为我们在当地 我们比较流行用Facebook 然后我有把一些我在新疆的图片 做一些视频 我就发布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 是有什么样的反响呢 就是我的那些好几个朋友 他们已经说明年他们准备要来 他说你赶快要多给我们分享 让我们知道这里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景 您也是媒体人嘛 您在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 不安好心的媒体 会做一些负面的报道 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真是来到这儿 亲眼目睹后 您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坦白说因为我们的行程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么这么短短的几天呢 那么我们这样看到的 就是说这里的人生活还是很和谐的 至于说一些不良媒体的一些报道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要平衡报道 要平衡报道的同时就是说 我们要听两方面的说辞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当听一方面 那么至于就是看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去判断 就留给他们自己 来到托勒范交合构成 必须打卡的一点 卡尔井也是必须打卡的一点 我们现在到这个卡尔井 这里的一个出水口 来感受一下 这水是可以喝的 它的水的这个清澈度 您自己来感受一下 哇 清澈间鸡 有点像冰水 是的 可以喝的吗 可以喝 我给你示范一下 好 看啊 哇 好凉快 是不是 对 喝起来很顺口吧 水子很滑的一种感觉 对 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 好 来到了就是您这个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这个葡萄沟 我想热带来自热带国家 比如东南亚国家的 应该是对这样的画面特别新鲜 因为我们不曾接触过 全中国的葡萄是最好的地方就在这里 您认为媒体在两国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上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就说我来自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嘛 那么明年马来西亚和中国就要庆祝这个建交50周年了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很跟中国是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我们是东门十国里面最早跟中国建交了 所以我们两国的来往其实是很密切的 无论是在这个文化教育啊 现在连这个技术方面都在 那么我看到我这两天的行程 我就看到中国在这个农业技术方面真的是非常超前了 所以我在想马来西亚现在也在谈论一些包括这个自共自主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否在这一方面可以跟中国学习 或者说中国有这个专家给我们这些技术方面的指导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解决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马中建交50周年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一个很有纪念性的礼物 从自己马来西亚的国家的角度去出发 50年的情意也很珍贵 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方面进一步合作 今天我们也聊的挺多的啊 也没让您吃到一个葡萄 不行 我们立马转个厂 好 品尝葡萄的环节 好 电影中精彩的瞬间都是往往在最后一幕 最后一幕 我们今天的一个行程也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进度条最后一幕 对 你看您心心期待的这个 对 我刚才已经看了这个应该是非常好吃 品尝一下 对 是否跟您前面品尝的有区别 对 怎么样 它很脆 就是我所说的 我在马来西亚吃到那个很脆 很爽口的那个葡萄就是这样 有什么话最后对新疆人民说的 呃 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客人 可以来到这个新疆旅游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马来西亚 欢迎全国各地的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到新疆游玩体验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